台東延平鄉紅葉部落獨居的撿媽媽 兩個月前加入養雞計畫 利用閒置的空間養了二十隻雞 每天至少可以撿十顆蛋 不只雞蛋賣掉 每個月還有三千元的收入 而且還有雞汁來陪伴 發起獨居老人養雞計畫的人 是擁有社工背景的部落族人陳明光 因為看見部落年輕族人外流 老人獨居情況很普遍 現在又遇到缺雞缺蛋的民生問題 於是開始在紅葉部落實行養雞計畫 飼料以及小雞的資金都由他提供 目前已經養了五十隻雞 每天產量大約四十顆蛋左右 一顆蛋以八元收購 再與十元賣出 多餘的錢作為飼料和設備的費用 陳明光表示年老的雞淘汰之後 也會免費提供給鄉公所 作為鄉內附幼和老人進補食用 兼做公益 目前正邀請紅葉村一百多位 獨居老人和生臟者加入養雞計畫 同時也希望能紓緩 部落缺雞缺蛋等民生問題 原資訊欣賞我們 驅到達爾曼台東研評廠報道 好 好 好